大家好,我是修修 随着线下赛的这个硝烟已经散去 留下了一些让人家想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 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吧 就是树生是不是挂 关于这个树生是不是挂呢 我想说呢 很多人都已经是有做出过分析了 就是线下跟线上打出来的并不是一个样 我想说这个深圳物价是真的很高 以外我剃了个头 我自己的话在深圳也是觉得物价非常的高 在五星级酒店那里 自助餐68元 而且还难吃 就大概说这些吧 然后说一些花絮吧 说到花絮的话就是有人会问 怎么这个比赛默默唧唧的 推到了8点半才开 是不是打不成了 其实当时他们都是在现场 在调试摇杆 而且在换摇杆 而且当时戴的是战神摇杆 树生戴的是那个青木摇杆 他们是各自把里面的那些套件给换过来了 其他不动 而且那个技术人员也很牛 当时螺丝找不到他还特地去附近买 而且一早就找到了 这个换套件的这个工作人员 他也不是官方的 他是柚子的一位朋友 当时我们去电竞酒店的路上就是他来接我们的 然后当时他说的一句话 他说他想问我们 说我们几个人过来 当时我跟何池还有南宠一共是三位 然后呢这个换套件的这个哥哥 他当时是说 苏生带了四个人过来 而且都是大汉 而且都是有纹身的 花壁男 我后来去了这个现场也是看到苏生啊 苏生的话可能脸就是在网上的话开了美颜 看起来可能瘦小一些 但是他真人的话是非常的高大威猛的啊 而且呢 他的身上也是有两条花壁啊 应该说在这种火药味非常浓的比赛当中啊 应该说何老二听到 又是四个猛男还画龙画火 他应该是心里有一些慌张的啊 去现场的话其实不过何老二还算是比较的轻松吧 不管是故作轻松还是怎么的啊 都好 我觉得他还表现得挺不错的 在那里呢又是在试摇杆呢 然后跟苏生对话里表现得非常的淡定啊 应该说是见过大场面的人吧 所以说应该也是因为换套件啊 所以说浪费了一些时间 卢斯又不符配是吧 然后这个是其中一点啊 说到另一点的话呢 就是有人说我 修修 没开赛之前就跑了啊 是我打完之后提前离场了 其实并没有啊 因为他约战的话 那个柚子已经规定了 在这个小房间里面 只能带六个人啊 两个约战的人员啊 还有两位就是苏生跟何池 然后何池又带了男宠啊 苏生那边又带了一个人是吧 所以说只能六个人 当时我在那里待了可能二十分钟左右吧 我就离开了哈 离开的时候我本来还想在就近那里 就是问一问有没有这个房间 但是那个服务人员说没有 而且就是如果要在他那里订的话呢 还得在网上订 不能在现场订 所以说我没办法就到了 另外附近的这个网吧去上网了哈 因为我如果不去找网吧上网的话呢 我是没办法给大家直播的 因为现场的话只能留六个人 所以说我是在旁边的网吧去直播 所以说就是不存在说他们打完之后我就溜了哈 因为在没开赛之前 我已经去旁边已经找了一家酒吧 一家网吧去上网去直播了 打完之后呢 其实他们是比我先一步到那个酒店的哈 后来我才跟过去 这个大家如果有看视频的话 应该有看直播的话 应该可以看到 说真的这个是一个法治社会是吧 你这层比赛的话 起码说真的有几十万人在看都不酷 都不过分 起码是二十万人 而且明星都来了 谁之前大家应该也知道 所以说我觉得任何人都不敢造次是吧 这么多人关注的 除非你说你自己就不想混了是吧 说真的哈 不要瞎待节奏了 这些什么什么提前离场 还说我脚底抹油溜了哈 还说这个老二受伤了这些都是谣言 我相信大家在网上的话 其实理智的人还是挺多的哈 就是不要去相信那些低能的一些话 我这一次感觉过去的话 肯定我也是有做一定的准备的是不是 不是说一个人什么下准备都没有 然后就像一个恶愣子就过去了 好吧好像现在也没有啥其他好说的 好像能说的大家都说了 我也是发视频发的比较晚了 好吧 就给大家说到这里吧 大家关注我 关注羞羞不宜走丢 可疯不宜走丢